我是郭靖 接下來這個段子 我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最喜歡的歌手 以及他的歌曲 那我推薦的是 范小軒Darling這一張當中的 哭了 那范小軒就真的是 我小時候 小時候非常喜歡的歌手 從他 我記得他出道 第一張專輯 好像是我在念國中的時候 就是不管是他歌曲的影響也好 還有你知道 道解 對 這個時候國中是只能剪端吧 所以我就拿著范小軒Darling的那一張 然後拿去給 這個髮廊的 那個小姐 請他幫我剪這個髮型 後來剪完之後 嗯 完全不像 算了 哈哈 對 差異也是有夠大 但是我就是 覺得那樣的髮型很適合國中生流 對 然後 漸漸長大了 就覺得他的作品也是越來越有個性 就是 越來越朝著自己的路發展 然後直到820這張啊 光是這個髮型就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而且我記得在我那時候命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呢 我是有一個 是推薦申選 推薦 就是你不需要考年考 你只要在考年考之前有一個考試 就是考試過的時候你做鼻試的 鼻試完之後做面試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上大學 如果通過的話 那時候我就是 通過了 然後 考上四星 四星大學 然後那時候 我的同學就覺得 在我那個時期在聯考中間啊 就是很閒 就沒事做 因為我比他們先考完 所以他們還要很努力的念書 然後 去準備這個大學聯考 然後我就考完 他們就覺得我 就是沒事做 他們就幫我報名了一個那個 范小軒的模仿大賽 就叫我去比賽 這影片呢 也很久 也不需要去找了 然後呢 就是 唱了很多她的歌 然後到最後呢 也有跟她同台演出 然後 我記得音樂很深刻是 我差一點 就真的要為了這個比賽 因為已經是總決賽了 要為了她差點要剪這個髮型 就製作單位打給我 就說 欸 你要不要衝一下 我們來剪一下這個瓶頭好不好 然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了 失心瘋 然後我就覺得 噢 好像很不錯耶 所以然後有一種 噢 一種宅心的感覺 但是這種事情 因為還是要問媽媽 媽媽就說 這樣不好吧 這樣 頭髮就像要留多久 所以到最後就放棄了這個 這個 這件事情 可是呢 我還是得到了第一名 就很高興 而且 得到第一名之後呢 還可以 呃 我錄製一張迷你專輯 我就是有三首歌 然後還有一首 跟她合唱的歌曲 可是是 節目的 那時候節目跟她合唱的時候錄下來的 然後一起收錄在專輯裡面 所以我覺得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然後也真的看著她的那種自我風格 音樂路線這樣子 然後一直持續的走下去 也真的很祝福她 也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 收定位也可以變得像她這樣子 對啊 但是我不會再剪平頭了 我不會剪平頭 對啊 然後 就 好啦 聽歌啦 休息一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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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